我们先来画第一张 请问你知道这里面就只有一个数值 对不对 所以你要分析什么 这个叫进口值 进口的总值 所以请问我们是不是可以分析什么 各年进口总值分析 对不对 可不可以分析 各国就是主要进口依赖国分析 还有主要的那个进口主产品分析 主要进口值产品分析 对吧 好 那我想这些应该都是我们要分析出来的 所以第一个我个人会比较喜欢先定义 来那个工作表名称 我就叫进口分析 进口分析 仪表版 对不对 所谓仪表版是什么意思 仪表版就是说上面可以放很多个Gate 很多个资料报表 所以它叫仪表版 好那你就快速点两下 这跟以下的做法是不是一模一样 然后接下来我喜欢开辅助线 请点检视 请把隔线跟贴起隔线打勾 检视来 1请点检视 2请点隔线跟贴起隔线 好 等下你就会出现辅助线 首先呢 这个是画图的辅助线设定 所以你可以点选检视以下的隔线 贴起隔线 再来请